综艺节目的御用伴奏乐手孔枪 陪伴无数人青春 过去曾给娱乐圈主持界大哥胡瓜、张飞等伴奏 以往综艺节目中总是少不了他的身影 孔枪与综艺大哥们的互动也是节目的看点之一 说他是节目的吉祥物也不过分 孔枪深知每个主持人的习性 并善于察言观色 常常通过音乐为节目增添绝佳的效果 曾是综艺大哥们心目中公认的最强绿叶 更是台湾综艺艺艺人乐队的始祖 高低间超过三公分的他 常被朋友笑说侧着走路 孔枪曾透露平时大腿外侧都会抽筋 只是因为爱面子不好意思用拐杖 只能拿雨伞硬撑 孔枪63岁大寿时 节目制作单位还特地定制了100个寿陶 在录制春节特别节目前替他庆生 孔枪也表示自己的最大愿望是希望能开心健康地活在当下 说着说着便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没想到事业得意的他健康却亮起了红灯 其实64岁的乐队老师孔枪近年深受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等疾病所苦一度抱瘦25公斤 让身高167公分的他只剩下52公斤 他近日上节目分享健康状态直言 前两年差一点要跟大家说再见 他也因此强调糖尿病千万不能脱 会吞噬掉身上所有器官 2019年时他曾在节目中自曝患有严重的高低肩 脊椎侧弯 年轻时为了工作经常扛着电子琴到处跑 结果高血压高血糖 高血脂三大影集早上门 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甚至还罹患严重的呼吸中止症 需要带着呼吸器才能够安稳入睡 男星白云也认证 他前两年真的整个身体很虚 我去录影的时候看到 他是很容易累 疲惫 孔腔透露 当年录影时 后台放着一个床垫 没有录的时候 我就躺在那边 快不行了 面对主持人陈亚兰金问 怎么会这样 孔腔无奈表示 就是糖尿病吗 我一年大概要500个便当 由于工作都是待在摄影棚里 他也不禁感叹 人前风光 人后心酸 真的 每天就吃便当 因为没得选择 就知道大概就会这样 吃出一些毛病出来了 他也提到 平时因为太忙了 没有时间理会这些小毛病 糖尿病就像身体一个糖水 把你器官泡在糖水里面 泡久了以后都败坏了 回不来了 期间 孔腔也回忆 当年猪哥亮还在世时 曾经一语成衬 我如果走 我跟你说 我什么都没留给你 我糖尿病送你 一番话让全场笑翻 当时 人也在场的陈亚兰 也作证表示 猪大哥真的这样讲 真的对着孔腔这样讲 猪大哥都这样子 他也不能说不接受 结果真的噎 孔腔 一度受到剩下50多公斤 糖尿病 把你全身的脂肪都燃烧 当时 还一度罹患忧郁症 原本个性开朗的他 起初还不愿相信 是经过两个医生警告 才发现异状 那一阵子就觉得 我已经快死了 我真的快不行了 我看不到我家人了 我 什么都会没有 孔腔身患多种疾病 也因此将生死看得很淡 为了不让后辈 为了钱起争执 所以早早地就找律师 立好了遗嘱 如今 他把钱跟自身健康 都交给了妻子 黄佳颖打理 还嘴甜称黄佳颖 是我这辈子最后的恋人 后来遇到瘟疫 工作量减少 又恰巧遇到孙子出生 孔腔听见孙子 同言同语相劝 爷爷做运动 因此激发斗志 每天拿着梯子上下爬 肌肉进而慢慢长了出来 除了每天持续运动 他也在好友建议之下 打高尔夫球 孔腔 才渐渐走出忧郁 如今状态 已经大有好转 病情也顺利得到控制 如今上节目 气色看起来也相当好 令粉丝安心许多 孔腔原名庄永轩 她的人生并非一帆顺 有过两段失败的婚姻 还因投资失败 欠下六百万的巨款 孔腔在节目 单身行不行表示 19岁时 与初恋女友凤子成婚 那出人命来了 所以我还是要负责任 但是因为年纪太轻 对婚姻的看法 真的非常肤浅 细数想想 我也是辜负了一个好女人 她回忆 当时常常跟着秀场天王 到处工作 没有时间照顾家庭 十年婚姻最终破裂 恢复单身后 孔腔在钢琴酒吧 认识第二任妻子 考量女方家长 希望女儿有名分 隔了三年再度进入婚姻 不过 婚后的孔腔 跟朋友合开公司失利 惨欠六百万元 这也导致她的第二段婚姻 也已离婚收场 她苦笑说 当年投资餐厅 工作是失利 欠债的支票 我一张张贴在墙上 每天看着要付哪些钱 负债时 没有放过一丝赚钱的机会 几乎三年不吃不喝 才省下这些钱 她也感念前妻 跟了自己多年 什么都没得到 索性把剩下的财产 全部都给了前妻 离开的时候 我只开一部车 还有我一部情 同时感谢前妻 曾经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 赞赏她把儿子交得很好 历经了两段失败的婚姻 她开始检讨自己太自我 我总是认为 我是在赚钱的人 你应该跟随我 服从我 所以你就不要说太多了 后来意识到 这是不对的 夫妻之间 应该要互相忍让 多为对方这想 后来 孔腔认识小14岁的现任妻子 黄佳颖 两人爱情长跑六 七年 因为女友的身份 并不方便打点孔腔的工作 于是决定三度结婚 反正在一起 一张纸给你 告诉大家 她是我老婆 以后她做的决定 等于是我做的决定 请大家尊重一下 孔腔描述妻子黄佳颖 是个重视外表和内涵的女人 结婚二十年 除了睡觉 都没看过妻子的素颜 更感动的是 妻子黄佳颖 为了照顾前妻们的三个孩子 宁愿选择不生 并协助打电家族的所有事情 让孔腔 无后顾之忧地打拼事业 我觉得这个老婆 太值了 孔腔透露 妻子曾在节目中 被问到单部担心老公 离婚两次的背景 她坦然地笑说 她本来就是一块石头 被两位姐姐调教后 变成了一颗钻石 现在放在我手里 有什么不好呢 大气又充满智慧的言论 被现场来宾赞赏不已 孔腔如今 也终于如愿当上了外公 聊起得知女儿怀孕的经过 孔腔透露 平时外号啤酒王的女儿 回家 总是会带着几瓶啤酒 找她一起狂饮 有一天 尽两手空空回家 疑问之下 才得知 自己即将当外公的喜讯 如今 孔腔的外孙 也在日渐长大 他说 带孙子 是我现在觉得 最幸福的事情 虽然我家经常 会被弄得很乱 小孩子 每天活蹦乱跳 家里简直就像 儿童乐园 但是照顾小孩 非常有趣 是我每天的精神食粮 孔腔的家 在台北京华地段的大安区 屋龄已有16年 但屋况维持得很好 46平大的空间 只有他和妻子住 小孩长大了 都出去自立门户 我家也算家徒四壁 南登大雅之堂 孔腔的家 虽然不是走奢华的路线 但由于每个空间都很大 还是有那种大户人家的味道 孔腔笑说 十多年前买下未处大安区的房子 除了离工作的电视台近 最主要是 附近的生活环境很好 再加上当时的大楼公社 比滴 全壮46平的房子 室内空间将近35平大 当初一平才30万 现在已经涨了三倍 之前住家旁盖一床大楼 一平120万元 我家房矿不新 当然没有到达那种地步 但我相信离100万人不远吧 如此说来 孔腔身家近5000万了 一走进他家 映入眼帘的是宽敞明亮的客厅 大约八平大 黄色皮沙发 搭配大理石桌 加上酒红色的原木地板 光是客厅这台超大荧幕的电视 就够吓人了 电视55寸 因为我喜欢超大荧幕 未来还要往65寸发展 或许是学音乐的关系 孔腔对声音的要求很高 家里的3C产品 他会特别要求 另外 家里除了厨房 几乎每个空间都有电视 他家的设计走温馨风 阳台外多了个空间 放了不少收藏品 一旁还挂了书法家曹荣的字画 除了字画 还有关公神像和钟馗画 摆在大门入口旁 既可以避邪 还能当艺术品 当初买的时候一样都是无心插柳 没想到在十几年后都增值不少 正对着神像的墙也没浪费 挖空还做了一个拉门 多了不少收纳 当初他买这间房时 可以打掉一面墙 让空间看起来更宽敞 厨房算是就是大楼的格局 虽然是长方形 但并不会太窄 家里其他的两个房间 分别是孔强跟妻子的工作室 我花了三百万打造音乐工作室 设备包括电子琴 大提琴 萨克斯丰等乐器 由于这个房间 是他创作的空间兼录音室 电脑 电视等录音设备 一应俱全 一旁还做了一大面 CD柜 够资格称为豪华级的录影室了 孔强说 他平常只买股票跟基金 买房则以自住为原则 过去 他曾经在木栅买过别墅 但搬过去之后 却倒霉了大半年 他连夜又搬回 几年前买得起家错 让我又开始走运 没意外的话 应该会在这里住一辈子 如今64岁的孔强 妻子 孩子都陪伴在身边 过着最理想的晚年生活 祝福孔强 能早日摆脱病魔的困扰 身体健康 安度晚年